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项被美国国家航天局采用的新科技 不仅可以轻松解决以上的问题 更已经吹响汽车节油技术革命的新号角 困扰车界的根本问题就将获得全面的解决 保隆LED超能量数字芯片 采用航态技术研制而成 内置的超级电容能立即升级您爱车的电位系统 不仅让发动机的性能充分发挥 大幅改善爱车起步迟缓 踏步无力等现象 更能达成节油的功效 电能是汽车动力之母 事实上随着现代车辆配备的电装品越多 发电机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 尤其是在走走停停的行车状态下 由发动机供应的电压会更加的不稳定 这不仅造成车内电装品的售率简短 事实上更会直接降低点火系统的效率 结果更是造成您爱车的高油耗 保隆LED超能量数字芯片 搭载了美国麦克斯威尔公司所争取 专为热心旁态所使用的超级电容 超级电容先进的充放电技术 每秒钟普达7000万微幅的限能供应 就像在您车上装着了一部超级发电机 不仅可以让供电变得更稳定更顺畅 更可以应付汽车加速瞬间 所需要的庞大电流 能马上提升爱车的马力和加速力 是的 超级电容是一种新的能源储存装置 它拥有比传统电池更卓越的效能 保隆HED数字芯片 采用了航态卫星的尖端技术 长寿命高稳定性 以及能提供高电能等特性 它确实能为用客人带来巨大的节能体处 保隆HED主要的功效 在于藉由超级电容达成稳压整流的效果 更可以有效地改善 因为车上电机用品负荷过重 或使电路系统老化所造成的加速力道迟缓 带速不稳 与冷气压缩机效率不张等情形 对于老车更有明显的改善效果 各位广大的用车朋友们 相信各位一定非常想了解HED的杰出功效 现场我们就赶快请工作人员为各位做介绍 首先演示的是保隆HED的稳压功效 一般开车朋友往往看不到电压不稳定 对于汽车电子零件的伤害 透过这个实验您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汽车已发动后 试拨器的画面已呈现出电压不稳定的 最齿拨型讯号 但是在我们使用保隆HED之后 电压不稳定的现象立即获得改善 是的 保隆HED的设计理念在于透过每秒钟7000万微幅的快速充放电技术 可以补偿原本由发电机供电造成的电力不足和电压不稳定的现象 这样除了可以让承担着整部汽车电力供应的发电机的负荷降低 就算你车内加了更多的电装用品 电压依旧保持稳定 而稳压的好处可以让车灯变得更亮 消除怠速不稳之外 更可以有效提升点火的效率达到20%以上 我们使用仪器来模拟引擎室里头火星塞放电的情形 请注意在未使用保隆HED之前 左右两边的放电能量差一会大 但是当我们为右边的装置安装了HED之后 您可以清楚地看到保隆HED超能量数位晶片 将火星塞放电的效率大幅提升 是的 为了证实HED超能量数据芯片 对于动力提升优异的表现 我们特别进行下列实验 马力接测试 我们比较卫装具 以及装置了保隆HED超能量数位晶片的汽车 进行动力输出的比较 结果惊人 比较安装前后的差异 您可以清楚地看到 安装了保隆HED之后 不管在扭力与马力都获得了明显的改善 引火效率改善加上动力输出的效能提升 爱车自然能够节省油耗 接下来实验团队更进行实地的道路测试 检验保隆HED的节能效果 大家好 我们现在位在台北市的国富纪念馆 我们找来两部相同款式的车辆 我们将装了两条油管线在这两辆车的后面 能够将里面的油顺利地抽进车子内部 我们将从国富纪念馆站出发 沿途走北二高 一直到清水休息站 现在我们即将出发咯 而且将要为大家做个实验 看看保隆HED超能量数位镜片 它的功效到底有多神奇呢 我们将来做个实验 现在我们来到了清水休息站 刚刚在国富纪念馆站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A车 没有装上宝龙HEB超能量数位晶片 B车则是装上了宝龙HEB超能量数位晶片 而社会公正人士罗先生也全程与我们共同参与 大家看到这边 A车的耗油量跟B车的耗油量确实相差很多 实验证明加装了HEB超能量数字晶片之后 每公里可以节省汽油消耗达到10%到25% 如果一部车行驶10万公里的寿命来计算 节省下来的金钱支持将可再买一部新车了 是的 宝龙HEB超能量数字晶片 绝非传统的逆电压装具所能可行 超强的充放电技术 不仅能超越逆电压装具 更强的电能输出 让火星3的电机产生更密集的电火化 达成燃烧更完全的节骨 可更明显的动力提升与节省油耗的好处 更方便的是宝龙HEB体积小安装简单 只要插上车内的点烟器 就能轻轻松松地享受动力提升 宝龙HEB超能量数字晶片质量保证 并以广泛获得世界知名车厂使用 绝对值得信赖 追求速度的您 想在高优价时代节省油耗 马上选择宝龙HEB超能量数字晶片板 只要轻松一差 马上见效